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跑一下计准测试 好了 成绩出来了 21.549 VMUI Fusion现在是免费获取的 虽然官方现在还没有支持Windows的安装 但是实际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 且它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优盾使用完全正常 这里是以招商银行为例 原来我用PD17是无法登录的 现在在VMUI Fusion下面完全正常 这方面必须好评 要是年底前 它能够完成对Arm Windows的支持 那它将是最好的 ME上的虚拟机了 因为平它的特性 很有可能是免费对个人用户开放的 现在看一下如何安装 Windows 11 可以 先选择创点自定义虚拟机 然后选择其它里面最后一项 虚拟磁盘 选择使用现有虚拟磁盘 就是这个虚拟文件 大家可以从我的公众号中进行下载 然后使用默认的像 点导入就可以了 这里点一下自定义 取一下虚拟机的名字 就叫VMUI Win11吧 稍等便客 虚拟机开始生成 这里我就快进了 实际时间要更长一点 先关闭掉 改一下硬件设置 先把CPU数量改多一点 我这里就改成4个 内存改成4096 也就是4GB大小 切换回来 继续运行 现在这个虚拟机的版本是2245把 可以看到开具进度调试环形的 这里我就不加速播放了 让大家实际感受一下这个虚拟机的 安装速度 先扯一点别的吧 从这个虚拟机的运行状态来看 VMUI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现在插的就是微软的明确声明 如果未然允许VMware在M1上使用Windows 那障碍就不存在了 感觉系统又重启了一次 又看到了熟悉的Windows进度条 稍等片刻 稍等片刻 目前没有驱动的情况下 动画还是非常流畅的 正期待年底的正式版 好了Windows安装开始了 先选择一下国家 看看是不是在最底下 好像不是 应该是在上面了 往上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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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就应该在附近了 终于找到China了 键盘布局就选默认的吧 先不调整了 由于没有驱动 所以也没有网络 先暂时跳过吧 同意这个默认的许可 不同意没法装了 输入默认的用户名 我这里就叫user 再输入用户密码 再次输入用户密码 然后再输入三个安全问题 这里就不演示了 接着是隐私设置 我这里就全同意了 反正你不同意他们一样能搞到 这里开始我做了个两倍加速 其实整个安装过程还是非常快的 出门买个打火机 回来就差不多好了 这里插播一下 如何从官网下载VMVR测试版本 打开VMVR官方网站 在最顶上的搜索栏里 输入Apple Silicon 找到第二条Announcement 这就是下载的地方 点开它往下滚动就看到了 第一个链接就是下载的位置 再点开它就到了下载页面 版本号是21HE 第一个是下载文件 第二个是序列号 第三个是说明文档 现在把画面切回安装过程 可以看到Windows11已经安装好了 由于没有官方驱动 因此分辨率不能调整 但是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网络设定 可以让它上网 打开开始菜单 输入CMD 右键与管理员运行 点yes确定 输入BCDEDIT 输入BCDEDIT SPLASH DEBUGG ON BCDEDIT 收错了 我再重新输入一遍 现在输入对了 接着输入下一个命令 参考屏幕上的命令就行了 最后记得重启电脑 这样它就可以上网了 它需要监控网络流量 这里输入密码允许 好了到这里安装就全部完成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